打了我的巴掌 不可能 打我打巴掌 因為他想跟他一打跑 我沒有覺得我遇過什麼渣男 他說那就聊聊幹嘛 後來細想 一聊之後不得了 被渣男傷害過的經驗 因為我覺得情緒控管不佳 算是渣男的壽 必備條件 必備條件 因為通常很多渣男 他說他都是 而且是絕大多數 因為我之前遇到的那一個初戀 就是我們還在一起四年 四年 可以忍受四年 可是就是初戀你懵懂無知 他是天蠍座 他比較控制力比較強一點點 那時候就是我們 就是一起去了一個撞球館 因為那時候高中 所以男生都會喜歡打撞球 我們那時候剛在一起沒多久 然後他就是 在撞球館遇到了一個認識 我很久 也是從國中認識 蠻久的一個男生朋友 可是很久沒見 所以基本上好熱情 就是聊夏天這樣 可是剛好那個男生撞球又很強 他們打了撞球之後 他就輸給了我這個男生朋友 來囉 輸了 有輸了 他就突然把我拉到 走廊 然後開始跟我大吵 我就說為什麼 就是認識很久的男生朋友 又沒有怎麼樣 然後他就說 你就是不可以有這個異性朋友 不行就對了 然後就吵了 最後他就直接這樣子 掐住我的脖子 然後在桌球間走廊 打了我的巴掌 還可能 打了巴掌 對 我等於他掐我脖子的時候 我就是先說 你為什麼要這麼做 我就先嚇到 然後他就 我就還是繼續跟他吵 因為我們有 可是我其實已經嚇到了 瞬間就哭了 這一趟分手了吧 剛剛在一起而已 剛在一起了一年多 後面還有三年 對 他第一年就打你 兩年多 你有時我們火象星座的風範 火象星座 怎麼可能會受這種窩囊氣 他後來你很激烈的 跟你道歉對不對 對 他就是開始 跟我道歉說 沒有他 對不起 我跟你下跪 對 因為我後來哭了之後 他就停下來 他自己也嚇到了 不是 太嚴重 他就說他自己嚇到了 然後說他就 他是演的吧 因為我當下也有跟他說分手 可是他 後來他就是嚇到之後 他就開始一直傳訊給我 然後還請他身邊所有朋友 跟我說他真的不是這樣的人 我覺得他有一種是 你渣男吸塵器 這不是吸 你知道其實我聊這一集之前 我就很驕傲跟我說 我沒有覺得我遇過什麼渣男 他說那就聊聊看嘛 後來細想還想 一聊之後不得了 我發現我什麼鬼怪都遇過 我嚇到耶 我之前還有遇過一個就是 我應該說我人生中 其實沒有談過遠距離 但是就想說 那時候試試看 談過了一次遠距離 不談還好一談嚇到 怎麼了 我就發現所有那種 太遠 對 也沒有很遠 在大陸也沒有很遠 但是台灣人 就想說那時候試試看 反正坐過飛機就到了 兩三個小時 其實 一人出一趟 搞不好也OK 因為誰都不能離開彼此的工作圈 那誰都不可能就是這樣 為了對方放輕鬆試試看 第五個月就開始慢慢發現一些不對勁 因為前三個月很熱戀 所以你會一直視訊一直什麼 突然大概第四個月第五個開始 你的視訊會那種會遞減你知道嗎 然後我想說 如果你這麼常視訊 你每天開車到公司的路上 你都會打給我 不管我再會算 你都會打給我 你怎麼突然都不會打了 就覺得有鬼 然後就看了手機 就不得了 看朵拉的盒子打開了 手機那是一個最可怕的東西 因為就會怕 怎麼會是蒼蠅 因為我沒有談過遠距離 所以不會曉得說 他們的交友 社群軟體其實是不一樣 我沒有想到這一點 對 在台灣都是用什麼IG LINE什麼這些 聊天的那個是不一樣的 那個它是用淘寶的 對話聊天 真的啊 然後看到第一個訊息室 我看到有女生問她要打麻 然後我覺得打麻將 這件事情其實還好嘛 這是一種 字上面就叫麻將 然後後面的女生 後面就是一個名字 那名字看不出來男女 麻將11 你才會哪會知道哪個女 所以一開始 以前訊息來 你都不會想那麼多 那女生問她說我打麻將 她就說她不在 然後 可是那你後面幹嘛 要傳定位給那女生 然後還要拍 我們當下在的那個國家 風景的影片傳給那女生 你如果只是麻將的 麻將的朋友 有什麼好 跟牌友報備的 因為她想可以打拋 打拋